台湾最速男阿美族杨俊翰 25号参加2019台湾国际田径公开赛 在公开男子组100公尺预赛 跑出今年的最佳成绩10秒21 以分组第一名姿态晋级决赛 选手出发了 到了晚间决赛 这场齐聚各国好手的国际赛事 曾获得奥运男子100公尺铜牌 加拿大选手德格拉赛 以10秒11摘下男子100公尺金牌 杨俊翰则跑出10秒23 获得第二名成绩 打终点 而且我们看到迪克拉赛 后面的这个加速度 真的是超级超级快 赛后杨俊翰表示 虽然未能留住冠军 但对于每次赛事成绩 都攸关东京奥运的参赛资格 尤其东奥男子100公尺参赛资格 是10秒05 所以必须全力以赴 在下一个比赛中持续努力 原则新闻 胡适宏大陆台北市采访报导